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曾经 POWER CREA编辑器 它已经做过的动作 它全部都落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背后写的程式 我觉得日后你多多少少还是要知道 可是有些人这个资料编辑力 它没有打开 所以我建议各位 现在先点选乙变跟类型 乙变跟类型 然后我们等一下步骤 其实会插入到这个地方 可是如果说你在做资料清理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做得很简单了 我就希望你知道它做了什么事 所以我们先确认这个资料编辑列 这叫资料编辑列是有的 而且它可以打开来 有时候它有很多行的程式内容 那怎么样确保这个资料编辑列是打开 所以麻烦请点检查表 这边有一个资料编辑列 所以资料编辑列要打勾 那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查询设定关掉了 没关系 一样在检视表 第一个查询设定 例如说我现在我关掉 再打开 这两个先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想要先教类型的转换 针对这个PowerClear编辑器 请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左边是查询 右边是查询设定 然后那这中间就是我所有的资料 那上面有一个资料编辑列 就是说明这个步骤 写的程式内容 那下面这就是结果 下面就是结果 好 例如说我现在 我点选这一格 它这边就会出现相对应的结果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点选的是 例如说是点文字 好 下面没有反应 点一整栏的文字跟点 例如说数字 数字像资本额 就是它会出现所谓的一个统计分布 统计分布